一天晚上,动物园的小胖正在巡逻 竟发现一条巨蟒吃了五头大象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五百年前 古代朝鲜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村长的老婆生了个女孩 上帝把一颗龙珠种在了女孩身体里 于是女孩的肩膀天生就有龙纹印记 上帝还派了老小两个护法来保护女孩 小护法的悟性极高 练功也非常的刻苦 转眼小护法和村长的女儿都已长大成人 小护法的功夫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于是老护法将重任交给小护法 还给了他一个护身符 说关键时刻能救他一命 并带着小护法去海边 见到了巨蟒 还把龙珠的事告诉了他 据说世间有好坏两只蟒 人们称他们为白蟒和黑蟒 黑蟒得到龙珠是为摧毁人间 白蟒得到龙珠却可以守护人间 但献出龙珠后 村长的女儿也会跟着死去 这就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并且龙珠很快就要现世了 然而老护法不知道的是 他们两人早就私定了终身 村长的女儿二十岁生日那天 黑蟒提前嗅到了龙珠的踪迹 召集了所有的魔兽军团 浩浩荡荡前来寻找龙珠 他们身穿重甲 装备精粮 腕炮齐发 所向披靡 村子里的人被炸得鬼扑狼嚎 很多房屋也被炸得粉碎 村民们哭着喊着四散而逃 魔兽军团轻松攻陷村 瞬间村子陷入血海之中 他们挨个检查年轻女子的肩膀 村子里的接生婆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把有龙文印记的女子 透露给了魔兽军团 军团随即杀到村长家 喊倒了护院和村长 带走了村长的女儿 路上他们被老护法拂击 小护法趁乱就走心上人 他俩来到了一个幽静的商 并把龙珠的事 向村长的女儿和盘托出 等老护法抽身来到山谷时 却发现两人早已不见踪影 护身符也被扔在了水里 此时这对小情侣正被黑猫追赶 慌不择路的他们被逼到了悬崖边 两人一咬牙就选择了跳海殉情 女孩一死龙珠也跟着消失逆境 龙珠没五百年才能诞生一颗 得不到龙珠就不能化身为龙 不耐黑莽只能再等五百年 这是一场人类与魔兽之间的生死大战 到底谁会是这场战争的胜利 洛杉矶市中心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绝不是煤气爆炸 也不像恐怖活动 FBI调查了半天 也没理出头绪 电视台记者伊森前去采访 发现坑里的一枚大鳞片 让他陷入了对童年的回忆 他想起小时候去过的古文店 突然一个箱子自动开启 里面也装有同样的鳞片 当时鳞片还散出一道光芒 瞬间融入了伊森的身体 老板杰克看到这个情景 并给伊森讲了龙的故事 还告诉了伊森那道光芒的来历 杰克就是老护法的转世 而伊森正是五百年后的小护法 还送了一个龙形护身符给伊森 伊森从幼时的记忆中回过神来 想起老护法杰克曾对自己说的话 第二代龙文印记的女孩名叫萨拉 黑莽肯定也嗅到了萨拉的踪迹 伊森决定要赶在黑莽之前找到萨拉 他要同事小黑帮他寻找线索 此时在另一个同事口中得知 一个弱女子打败了三个流氓 这个女孩的名字正好叫萨拉 伊森赶忙向同事打听 根据线索搜到了萨拉的照片和住址 这时伊森接到一个爆料电话 某公寓发生了命案 正巧这个地方正是萨拉的住址 于是两人迅速赶去 却发现死的人并不是萨拉 是萨拉的闺蜜小美 邻居说萨拉突发疾病 早就被救护车送往了医院 由于萨拉有杀人嫌疑 此时已在医院被警察看护起来 伊森赶到医院却被拒之门外 此时一个好心医生帮助了他 见到了萨拉 他们正在谈话时 医院大楼突然震动 是大蟒寻了过来 好心的医生冲了进来 让他们赶快逃跑 他们逃到车库 上了小黑的车 小黑开车一路狂奔 黑蟒紧追不舍 终于逃出了黑蟒的追击 还没有缓过神来 却被一个黑衣男子挡住了去路 男子被撞倒后 瞬间变成了一个机甲战士 他就是魔兽军团的首领 魔兽首领差一点就要得逞 却被开车路过的妇女撞倒在地 并带他们安全地离开了 原来是杰克在暗中帮助他们 分别变做了医生和妇女 多次助他们脱险 两人来到了海边 萨拉感叹自己命名 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伊森决定唤醒萨拉的记忆 他们找到伊森的好友艾特博士 希望用催眠的方式找出头绪 催眠中萨拉想起了自己的前世 见到前世所发生的一切 萨拉体内的龙珠也在此刻苏醒 黑蟒也顺着气味找到了他们 正当被黑蟒抓住时 两人急忙逃出了实验室 伊森开车飞驰而去 黑蟒一路追击 由于车速太快 暂时逃脱了黑蟒的追击 这是一只万年大蟒 它在繁华的城市四处破坏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原来它在找带有龙文印记的女孩 这个女孩就是它寻找的对象 只要得到龙珠后 就能变身为龙 为了让黑蟒变身为龙 魔兽首领召集了所有的魔兽 他们攻城夺珠 军方出动了坦克 飞机 机关枪 却仍然没法阻止他们前行的脚步 没有想到就时代的武器这么先进 伊森依然不幸宿命 他只想带着萨拉远走高飞 他们一路狂奔来到了楼顶 想驾驶直升机逃离此地 黑蟒也沿着外墙紧追不放 正当他们要飞走时 直升机的起落架被黑蟒一口咬住 情急之下 萨拉和伊森跳回了楼顶 直升机随即被黑蟒摔得粉碎 此时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正当黑蟒要吃掉他们时 军方的战斗机及时赶到 对黑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猛烈的攻击下 黑蟒也快招架不住了 突然魔兽军团的援兵 赶到救了黑蟒 黑蟒钻地逃跑 两人开车一路狂奔 萨拉告诉伊森 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 突然魔兽军团的翼龙追了过来 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伊森蛇行走位 完美躲过攻击 但是在如此猛烈的攻击下 他们的车辆还是被炸翻了 最终 他们被一龙团团围住 两人被带到了魔兽军团总部 萨拉被送上机台绑了起来 黑蟒流着口水向萨拉爬去 此时 伊森胸前的护身符闪闪发光 突然一道强光注入了伊森的护身符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魔兽军团瞬间灰飞烟灭 只留下了魔兽军团的首领 同时 伊森身上的绳索也被解开 正到魔兽首领要杀死萨拉时 伊森冲上去阻止了 显然 伊森不是他的对手 不料 魔兽首领 砍到伊森的护身符 当即触电领了盒饭 此时 黑蟒也从晕绝中苏醒 张嘴就要去吃萨拉 此时 白蟒却冲了出来 一口咬住了坏蟒 将黑蟒 猛地摔了出去 不料 黑蟒的战斗力暴躲 缠斗中 白蟒被咬中要害 你们知道 巨蟒的要害在哪里吗 为了不让黑蟒祸害人间 萨拉不顾伊森的劝谈 决定向白蟒献出龙珠 白蟒吃了龙珠之后 黑蟒对白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不料 白蟒瞬间化身为龙 龙爪将黑蟒按在地上狂虐 最后 白蟒对准黑蟒口中 喷射出一团火焰 挣扎中的黑蟒 被烧成了灰烬 之后 真龙吐出了龙珠 只见萨拉羽化成仙 和伊森做了最后的道别 真龙含着龙珠 消失在云层里 老护法杰克向伊森告别后 也化作了一缕青烟 只留下了天地苍茫 还有伊森孤单的背影